谁 怎么了 当心有诈 当心有诈 你怎么了 你绝不觉得这样男人很怒 怒 对呀 司徒昊娜他总是躲着我 真怒 不是个男人 怒若吧 是怒若 没意思 我跟你说 我发现那个楚飞燕 好像对你居心难测 居心叵测 他每次看你的眼神 都恨不得要切了你似的 他会不会是喜欢你的男人 奴婢是亲妃娘娘侍女 拜见四王妃 什么事 亲妃娘娘让贵客们到甲板上喝茶 请四王妃和南宫公主 一驾过去吧 我身体不舒服 就不去了 亲妃娘娘说了 职请女眷 请四王妃务必到场 你先下去吧 去吧 在这里 亲妃的面子还是要给的 否则 小心她给你穿鞋子 不怕她 四王妃 你来了 亲妃娘娘 男人们去喝酒取乐 本宫作为东道主也不能闲着 所以就邀大家来这甲板上 喝喝茶 拖拖气 顺便欣赏一下河上的风光美景 这景色真是美啊 这里还真是不错 诸位可知道 这陵水河的来历 听说这河水有毒 如果不申掉下去 那肯定没命了 这陵水河的上游 便是药族炼药的药骨 常年向河水当中排药毒 时间长了 这水里的水草和鱼类 也都中了毒 所以流经此处的水域 也自然是沾了毒 如果不申掉下去 自是不妙 当心有诈 这可急了 这鱼中了毒 居然还能活着 千千公主若是不信 那你看 河里游的 不正是一条大鱼吗 在哪儿啊 在哪儿啊 子清你看见了吗 我怎么没看见啊 人人 子清 快来人啊 子清 快来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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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清救他 快来人救他啊 快来人啊 走儿子 子清 老板 快来人啊 让开 让开 别碰 这属水有毒 摘下会要人命的 那我那儿怎么办啊 总不能扔下子清不管吧 可是 你们再嚷嚷一会儿 人都淹死了 子清 你没事吧 子清你坚持住啊 让开 子清 你不能过去 子清 你不能过去 你快想想办法 救救子清 子清 子清 娘娘 子清 你没事吧 娘娘 你没事吧 子清 快去 给四王费拿个毯子 子清 你还好吗 解药呢 你们一定有解药 快去拿 有解药啊 解药 对啊 来人 拿解药 只有解药 子清 娘娘 解药放在马车上 忘带上船了 什么 没带解药 你们怎么办事的 明知道今天要度离水喝 怎么可以忘记带解药 娘娘息怒 陈现在马上掉头回去拿 应该还来得及 回娘娘 来不及啊 人一沾着毒水 不出半个时辰 人就会毙命了 清妃娘娘 赶紧想想办法救救死王费 混账 解药这么重要的东西 怎么可以忘记带 就要掉进离水喝的是本宫 你们要该当如何 来人 把太医给我拉下去 两罐打死 是 娘娘 饶命啊 娘娘 娘娘 娘饶命啊 是死王费有什么好歹 我让你们全都陪葬 我好冷啊 好坦热 我是不是要死了 中了毒就别说话了 小心毒气上行死得更快 你住嘴 娘娘 毯子来了 四王费 来 毯子 谢谢 娘 小心 谁有办法呀 谁有办法呀 好快呀 救命啊 我让她救过呀 娘娘 快呀 生子 小心 抓住啊 娘娘 小心 别呢 抓住生子 抓住 抓住 小心点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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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娘娘 你怎么样 别帮我 这水有毒 让开让开让开 让开 皇上 皇上 皇上快去拿起药 谢霏 您这是 这就这样子了 皇上 快去拿起药 这河水有毒是不是 它为什么会掉水里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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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兆王上 你要给我们一个说法 解药呢 解药呢 王上 解药 放在马车上 没带上船 你再想想 解药 如果两位王妃有事 没有解药 你就给他们陪丧 想想 我 王上 臣想起来了 臣特意为王上准备了一个急救的小药囊 里面可能会有解药 谁 解药一到 凌水河独立减 我要担心 南昭王上 本王倒是希望接下来这种失礼又要命的事情 还是不要再发生了 带马 王上 解药找到了 解药 解药了 来 刚刚碰过王妃的人 美人一礼 是 来 来 清妃 委屈你了 臣妾丹丹不死 多谢皇上 幸亏紫情机智 拉了沁妃下水 南昭王才让人把解药拿了出来 不然 今天这个局面 真不知该如何收场 北渊 此次南昭之行 处处充满危机 你们一定要加倍小心 不计则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 不知道这个楚飞燕到底有没有参与 今天她听说没有解药的时候 差点都要笑出了声 就算没有参与 也卓势可恶 如今我们身在南昭 大家一定要多多小心才是 你好点了吗 子晴 你怎么样了 没事了 好难往那边跑了 秦妃啊 今日之事 委屈你了 看你落水 把本王吓坏了 是臣妾没把事情办好 差点坏了王上的大事 今日那韩子晴虽微看出不妥 但着实觉得有古怪 还是要找机会 再确认一次才好 以防万一 不过下次 一定要计划地再周密些 万不可让那个君北月 抓住什么把柄 秦妃 明日彼琴之事可安排好了 安排好了 王上今日受累了 正好臣妾洗了一首新曲 弹给王上听听 全倒是押惊吧 孟非和你想到一起去了 刚才她说 要给本王抚琴一曲 这不正好 爱妃 你受到惊吓 还是好好休息 我会让你继续 她说 你能随时 想要 不想要 你能随时 你会继续 那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姓妃娘娘 近日吓坏了吧 多谢飞燕公主关心 现在已经没事了 近日姓妃娘娘落水 只怕那个女人是故意的 掉进灵水盒谁都不想的 飞燕公主想多了 但是你不了解韩子晴 要论心思歹毒 他认第二 没人敢认第一 飞燕公主与四王妃素有嫌隙 自然有些偏见 不过近日之事纯属意外 飞燕公主不必纠结于此 夜深了 快点回船舱休息去吧 真的是意外吗 我才不行 哥 你就别再惦记人家了 我的事情你少管 母上说了 这次来南照 所有的事情 全权由我来负责 你不相信啊 你不相信的话 自己去问母上 东霖的事 什么时候轮到你负责 这次母上青年我出使南照 是你自己厚着恋屁跟我来的 你是为了你的心上人吧 害怕他被毒中吃了 我警告你 只要我还活一天 我就依然是东霖太子 我能扶你上位 也能拉你下马 主子 马上就要比赛了 你紧不紧张 紧张什么 我心里有数 韩紫琴啊 今日的秦会你可要参加 我参不参加 关你什么事 是不关我的事 我就是想来提醒你一声 这次想赢我 可没那么简单了 你怎么就知道 你能赢我呢 能不能赢你 你就赛场上见 主子 一会儿一定要狠狠地打她的脸 让她得意 今日比试顺序 分别是范娜 顺姬 轩缘公主 飞燕公主 沁妃娘娘